全球医疗前线坚守岗位守护每一位病人 就连住院的实习医生也要上阵抗疫 但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要如何确保实习医生完全掌握所有步骤 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能专心照顾病患 台湾一所医院利用科技便利 让实习医生借用虚拟实境技术 在上阵前做足准备功夫 模拟新冠肺炎病患照料过程 其实在照顾这些COVID-19病人之前 其实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疾病目前没有疫苗 或是有确定有效的治疗药物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然后而且自己当然不只工作还有家庭 其实自己很怕说会有会把病人去带给自己的家人 或是朋友 所以照顾病人进去前是觉得 就是直接事实如归 就想我这个月可能就要跟家人分离 一句事实如归 是实习医生上阵抗疫前的心底话 在他进病房前 无论内外都得全副武装 迎战看不见的敌人治疗患者 台北慈激医院的住院医生借用虚拟实境技术 戴上眼镜手抓控制器进入防疫战场 从穿上防护装备到采取患者的检疫样本 每一个步骤都能操作体验 可以不断练习一点点增加自信 我觉得有经过事先练习的话 把这些工作必需的程序已经变成工作记忆了 那在我实际碰触病的时候 我会有更多的心力去在意病人的情绪 还有更专注在他的一些症状 就不会还要花一半的脑筋在想说 我到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 我相信经过这样的练习 其实对我照顾病人的品质 还有诊断或是用药都有办法再更专心 在照顾这个病人上面 这项由台湾科技品牌宏达 联合佛教慈激医疗财团法人 共同研发的虚拟实境医疗培训系统 可以让实习医生在虚拟环境下学习医治过程 万一出错也不会危及性命 而且还能减轻前线医生的工作负担 不必空出时间手把手教导后背 他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不需要老师在旁边 我只要会用这套系统 这套系统就是我的老师 我可以在不需要老师24小时在的时候 可是我是学生 我可以24小时来运用这套系统来做学习 甚至我如果有两三个伙伴 我们团队合作一起来照顾这个病人的时候 我只要有两三套的模拟器 我们这两三个人可以同时一起来模拟 一起来照顾这个病人 这种学习方式就像是玩一场虚拟实境游戏 轻松上手没有任何负担 但就算眼前只是一名虚拟患者 医生也不敢怠慢认真学习 希望能尽快上阵抗议现场 共同应对这场世纪瘟疫 我们再来谈论满洋 我们再来谈论再来谈论 我们再来谈论 我先去谈论